今天教小花生们一个省钱小妙招 现在钉耙需要二百斤 你听我的 先不要买 省下二百斤 然后你再拿省下的二百斤 你再买钉耙 你是不是相当于没有花钱 千万别划走 这是一个正经的测试 这是哪里 有人吗 给我水 少爷 少爷 少爷醒了 来 来人哪 你是金斩花 你还活着 少爷是不是受伤后睡糊涂了 受伤 莫非我重生了 我是豌豆家族的少爷 家主鸡枪豌豆的亲生儿子 年纪轻轻就修炼 升级到二十一级大魂师境界 年少轻狂的我前往投手家族比武 得胜回来的时候被玉米大炮偷袭 被重创后 我失去了修炼的能力 三年期间 植物家族使用了无数天才地宝 依旧无法让我恢复伤势 于是我成了植物家族身微赫赫的废物 家族的耻辱 在昨天 黄油射手表哥为了夺取我的地位 偷袭了我 可是他们绝对没有想到 我重生了 上辈子我被驱逐出家族 这辈子我要他们付出代价 这不是我们植物家族的天才吗 被哪个小猫贼偷袭了 我双向射手为你报仇 哈哈哈哈 双向射手时机魂式修为 两位哥哥对豌豆射手这位亲弟弟 也很是不错 哦 走吧 金斩花 大厅很是宽敞 其中的植物也是不少 坐于最上方的几位 便是机枪射手 与三位脸色淡漠的老者 他们是族中的长老 权力不比族长小 父亲 三位长老 这是要开会吗 知道那个魅惑姑是谁吗 你的未婚妻 从小与你只赴为婚的未婚妻 五年之前 魅惑姑被毁灭姑 亲自收作弟子 今天来着不煞 她此次是来解除婚约的 如果自己现在是一名大婚师 谁又敢如此践踏于我 机枪射手叔叔 侄女一直未曾前来拜见 该赔罪的 今日所请求之事 便与豌豆射手有关 而且此事 还是毁灭姑亲自开口 我知道这要求有些抢人所难 不过还请看在毁灭姑大任的面上 解除了婚约吧 今日的要求 我可以延迟三年 三年之后 你来向我挑战 如果输了 我便当众将婚约解除 你可敢接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